诗篇第七篇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已经投靠了你 求你拯救我,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 求你搭救我 免得他们像狮子一般把我撕裂 把我撕碎的时候,也没有人搭救 耶和华,我的神啊!如果我做了这事 如果我手中有罪孽 如果我以恶回报那与我为有的人 或是无故掠夺与我为敌的人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 把我的性命践踏在地上 使我的光荣归于尘土 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 求你挺身而起,抵挡我敌人的暴怒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出令实行审判 愿万民聚集环绕你 愿你归回高处,同管他们 愿耶和华审判万民 耶和华,求你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心中的正直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行止息 愿你使义人建立 公义的神啊 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如果人不悔改 神必把他的刀磨快 神已经把弓拉开 准备妥当 他亲自预备了致命的武器 他使所射的剑成为燃烧的剑 看啊 恶人为了罪孽经历惨痛 他怀的是恶毒 剩下的是虚晃 他挖掘坑血 挖得深深的 自己却掉进所挖的陷阱里 他的恶毒必回到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在自己的头顶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 歌颂至高者耶和华的名